嗨,我是鼠植 今天我们又来找小狐狸玩耍了 上一集依然是被小狐狸耍得团团转 尤其是他把我骗进他的房间那一段 哦,我都躺上了床 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还偷偷吸了他甜美的香气 突然就闯进来,当场抓包啊 这,这绝对是故意的吧 好了好了好了 虽然是这样讲没错了 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说 真香啊,不不不,不是啦 总之呢,今天我会跟硕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我依然是有点小期待呢 来吧,让我们开始游戏咯 耳边回响的声音让人不含耳力啊 我掀开了被汗水湿透的被子 从床上爬了起来 把房间还给了树尔 我呢,则睡在以前使用过的房间里 虽然说有点扫兴啦 但房间整理得相当干净 好像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要出去了 总感觉浑身不舒服啊 被汗水湿透的被子 总感觉有股腥味 被,被,我的被好痛哦 感觉到异常的温暖 我摸了摸自己的被 不,这,这不是汗 不是汗,这,这不是汗 这,这真的不是汗 红色的,赤红的东西 从背上流了出来 背很痛 为什么会这么痛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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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么伤痕累累的 我,我 别在意,要出去了 心跳声非常的刺耳 把视线投向了微微打开的窗户 微弱的灯光照射在房子的另外一侧 门非常的大 是开着的 门的对面是一片竹林 与围墙另一侧的森林不同 只有门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竹林 然后 有谁站在了竹林里 太远了,有点看不清楚 好像穿着黑色的衣服 位置的严寒使我颤抖着 但是并不是那位少女 是少女身后的那个 不能进入 从那里出去 在黑暗中 我打开了背包 背包里装满了头发 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我抓起了一把头发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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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找都只有头发 渐渐了,我开始着急了 也不知道背后流的是汗水 还是鲜血 我到底想干什么来着 对了,用这个头发 慢慢地把左手举到眼睛旁边 然后 我听到了铃铛的声音 不知为何 我的意识开始朦胧了起来 在心跳回荡的黑暗中 铃铛的声音就像是波浪一样涌了进来 眼皮非常的沉重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我倒了下来 纸拉门的对面 纸拉门的对面好像有人 没有 我到底在寻找着什么呢 最后 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呢 意识再次被带向黑暗的地方 重庆明期已经过了五天了 竹林里有人 好像不需要寿命 我走了过去告诉他 不要的话就给我吧 因为之前好像有人要我这么说 他竟然很爽快地跟我说 可以啊 但条件是 想要看看我的家 可我也不能进去啊 全身毛骨悚然 赶紧爬了起来 眼前一片空白 忽然之间就像慢慢融化一样 逐渐鲜明开阔了起来 已经早上了吗 嗯 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圆圆的 硬硬的 嗯 吐出来一看 好像是糖果 虽然甜 但一点都没有黏黏的感觉 为什么我的嘴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啊 用了纸巾包好 扔到了一旁 抱着并不是很疼的脑袋 我流了很多的汗啊 昨晚片段的记忆在脑海中回荡着 那像是谜一般的声音 那个远处有谁在 我又是在寻找着什么 为什么那时候 门的对面 虽然在看着我呢 在买鲜血的被子 啊对 突然回头 被子是很干净的 一点血迹都没有 虽然全身上下都是喊 但我却依然盖着纯白的被子 嗯 原来是梦啊 那在我背包里装的那个头发 也是梦吗 怎么说呢 太恶心了 总之我先确认一下背包里面的东西吧 如果这个不是梦的话 背包里面应该会有头发 我昨晚究竟做了什么啊 吓死我了 真的 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哇 哇 好 哇 好 好 树儿 这怎么了 树儿怎么了 捲起了被子 看到了树儿在里面 树儿在被子里面 紧紧的抱着我的身体 很柔软 这怎么了 你在傻笑什么 昨天晚上的事 记得吗 那个 昨晚 昨晚 昨晚我该不会做了些什么吧 很棒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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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到底做了什么 蛤 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很暖和 很暖和 伴随着轻轻飞舞的花瓣和鸟叫声 迎来了一个和平的早晨 天空明明这么的蓝 呃 呃 那个 什什什什 俗儿 哼哼哼哼 真 真 真的吗 是 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吗 真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吗 真的吗 为什么你一脸不爽的样子 他 他 太好了 旦那様 是 呢 嗯 你 都做了什么吗 哈哈哈 这个语气让人感觉很奇怪啊 旦那様が帰ってきてすごーくよかったです ただ それだけです 嗯 呃 任何問題もないでしょ 真的假的 是 什么 都没有啊 薯儿歪着头 嬉嬉的笑着 清飘飘的头发 散发着甜美的香味 では 旦那様も準備してくださいね 嗯 我要准备什么吗 シャワーは後ろにあります 哦 洗澡啊 也是啦 我现在全身都是汗 水尔 水尔 从被窝中爬了出来 聽到了拉门 拉开 又关闭的声音 重新提振的精神 我站了起来 什么都记不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由得看了看 放在床边的背包 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一些衣服 和不太清楚的箱子 还有一叠相当厚的纸币 一叠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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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略的看了一下 金额还相当的多啊 当然 比起头发什么的 好太多了 如果可以用这些钱 伪造各国的护照 就再完美不过了 可惜我做不了 果然 那是梦啊 不敢想像 如果这个背包里面 是一堆头发的话 该怎么办呢 也许是噩梦的关系吧 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可能要像素儿所说的吧 先去洗个澡 我脱了衣服看了看 果然背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看来真的是梦啊 呃 那个 你在这边做什么 你刚刚不是出去了吗 你在玩门啊 舒儿的眼睛闪烁的奇怪的光芒 那为什么 舒儿慢慢地走过来 都说了妖艳的表情 舒儿啊 嗯哼 嗯哼 你要我猜猜看 舒儿向我伸出了手 这个气氛很奇怪啊 头顶上的小耳朵正在摇晃着 耳朵 我伸出了左手 我伸出了书儿的耳朵 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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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彎 也得將臉靠近的耳朵 確實是動物的耳朵呢 換你開始緊張啦 我快走 是我啊 是我啊 等等嘛 你這樣叫我好像做了甚麼奇怪事一樣 水兒滿臉通紅的 如絲如醉一樣 非常的可愛啊 耳朵也很柔軟 感覺會上癮啊 對對對了 感覺以前也經常做這樣的事情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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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哭嘛 對不起啦 就那個耳朵 很可愛嘛 我慌張的鬆開捏住 樹兒耳朵的手 總覺得感覺有點奇怪 嗯? 嗯? 樹兒的眼睛微微的發光 我...我...我做了什麼嗎? 明明剛剛還抓著樹兒耳朵的手 這時候卻抓著樹兒衣服的繩子 旦那様 嗯? 有...有嗎?有嗎?有嗎? 沒有吧沒有吧 絕對沒有 絕對沒這回事 別這麼說 才不是野獸呢 什麼...什麼野獸啊 我...我才不是什麼野獸呢 不...我剛剛明明抓的是耳朵啊 我馬上把抓著衣服繩子的手 放到樹兒的耳朵上 本來以為會抓著耳朵 卻再次抓著樹兒衣服上的繩子 這...這...這...怎麼回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是被狐狸誘惑了嗎? 來啊!旦那様 樹兒緊緊地握著我的手 現在...旦那様觸摸的部分是... 是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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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兒慢慢地將我的手移到了嘴邊 呃...我...我...我...喂... 欸...然後... 欸...狠狠地打了我的手 旦那様だからいいですけど 喔... 耳朵は乱暴に觸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對不起嘛 就...就好奇心嘛 敏感な場所なんですから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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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嘛 就...看到耳朵很少見嘛 太可愛了 真的...對不起啦 樹兒も... いたずらが過ぎました ごめんなさい 真的...對不起 不知不覺做了很過分的事情 樹兒低著頭跟我道歉 では... 樹兒は今度こそ外に出ていますね 旦那様 你真的會出去嗎? 推到後面的樹兒 把門關上了 應該沒有生氣吧 這樣的心情 感覺好像感受過很多次了 不知為何 我的目光轉向了細風中 微微打開的門 原來它有尾巴啊 好啦 今天就差不多短在這兒吧 來一樣簡單整理一下劇情 從被換了房間以後 就發生一連串奇怪的事情 我的背上流了很多鮮血 又看到了好像穿著黑衣服的... 人嗎? 是人嗎?還是什麼? 讓我嚇得全身直冒汗 還有我的那個... 放在床邊的背包 裡面有一堆頭髮 這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不是真的夢? 還有那個... 嘴巴裡面不知道咬的那顆糖果 感覺那顆糖果... 別有用意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呢? 之後可能... 才會一點一點的揭曉吧 今天跟樹兒的互動 好像稍微少了那麼一點點 好可惜喔 雖然還是有點小緊張啦 好啦 今天差不多就暫時在這邊告一段落吧 如果有興趣想看更多可愛的樹兒 請務必在下方按讚訂閱喔 當然啦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互動一下 我是鼠枝 我們下一集狐狸在等我們再見啦 Bye